The announcement of the AUKUS Alliance was a shock 美国、英国与澳大利亚开展核潜艇合作 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加剧军备竞赛 损害国际核不扩散努力 美国、英国、澳洲三个国家 在9月15号 突然宣布成立印太防卫联盟AUKUS 激起了千层浪 让许多国家都感觉受到威胁 究竟这个联盟卖的是什么关子 今天带您迅速了解它的来龙去脉 所谓的印太防卫联盟 成员国只有美国、英国与澳洲 英语AUKUS就是这三个国家的缩写 这次的结盟 设称是为了要确保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 以及帮助澳洲发展核动力潜艇 不过很显然的 这个联盟是冲着中国与南中国海的区域而来 根据这份协议 美国将为澳洲提供一支 由巴松核动力潜艇组成的舰队 这也让澳洲成为英国之外唯一获得美国核技术的国家 尽管联盟声称 澳洲的核潜艇不会配备核武器 但是这一举动还是牵起各国不安 亚视新闻东南亚与国际时政评论员 蓝中华连线访问 来听听他的分析 在传统不管是地缘上或者是合作上 英美澳应该都是与欧盟跟法国 是比较有长期的合作的关系 那为什么这一次 这个印太反卫联盟 他们却要把大家排除在外 甚至是没有指挥医生 就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呢 是的 除了担忧会面对欧盟的阻力 澳洲更附上了违约之名 背弃了在2016年与法国签订 价值900亿澳元的潜艇合约 根据当时的协议 法国海军集团将为澳洲提供 12艘常规动力潜艇 美国 美国 英国 澳洲 甚至包括日本 他们在推动各种各样的多边机制 来企图压制和遏制中国的发展 而欧盟在华为的问题上来打压中国 欧盟在军事上是没有与中国进行合作 但是来到经济上的时候 欧盟采取美国不同的立场 毕竟潜水亭的订单对法国来说 绝对会带动法国的经济发展 不单只会带动法国的经济发展 因为潜水亭的合同会带动部分欧盟 一些企业还有一些经济实体的一些发展 为什么澳洲宁愿赔上大笔违约金 还要冒上触怒法国及欧盟的风险 也要得到核动力潜艇呢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核动力潜艇 与常规动力潜艇的区别 常规动力潜艇依赖柴油引擎 为电动马达充电 需要空气和燃料才能运转 由于受限发电方式 必须定期浮出水面换气 至于核动力潜艇 则没有这方面的限制 它的续航力大 核动力航行更久 长达数月不是问题 还不容易被侦测 最重要的是 核动力潜艇也装置更高的军备 不过它的维护成本更高 需要拥有核技术的专才支援 澳洲舍弃常规动力潜艇 虽然让欧盟与法国的利益受损 也差点撕破脸 但受到最大影响的 还是南中国海地区 当初成立的时候 澳洲总理就是说 这个防卫联盟是为了加深印太地区的自由跟开放 但是很讽刺的 其实纵观东南亚这样多的国家 就有少部分比如像菲律兵 是比较力挺的印太防卫联盟以外 大部分的东南亚国家都表示了他们的担忧 包括像是大马方面 大马就担忧着会加剧了 在区域的核武器的核竞争 这样子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 东南国家对这个印太防卫联盟的反应 其实我们大家关注就是 他要在那里部署他的所谓这个新的军事能力 如果他们把这个带有这个核能力的 潜传点部署在南中国海 甚至是可能会部署核弹头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能会很不小心 东南亚国家会牵持进去这个所谓的核子武器大战之间 这个就是东南亚在过去的冷战岁月 一直想要避免那个东西 他肯定是违反了这个族范的概念 也违反了东南亚免足与核武器的一个条约 所以我们还看得到东南亚这个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反应 但是菲律宾他却支持这个东西 菲律宾他主要的考量就是 他想要利用这个印尼要来反制这个中国在这个南中国海 对他的这个施压 因为对菲律宾来说他已经是无计可施 然后他是没有透露可退 东盟基本上可能需要召开国防部长 紧急会议就是ASEAN DEFENSE MINISTER MEETING 进召开一个紧急会议 来协调东盟成员英国 对这个问题他们的分歧 然后达到一个共识 在中美关系及中澳关系紧张之际 AUKUS无疑对中国带来直接的影响 中国外交部也直接炮轰 质疑澳洲根本不想改善两国的关系 澳方究竟是真的有诚意来改善和发展对华关系 还是表面说一套背后做一套 甚至明目张胆的捅刀子 我想中方是有自己的判断的 也难怪中国会那么生气 南中华指出南海中心是深水区 这里的水温非常适合潜水艇的引壁 如果澳洲在这里部署核潜艇 长期在这里潜航监视中国南部战区 特别是海南岛的海军与空军的一举一动 确实会威胁到中国的军事安全 海南岛是中国南部战区的重要基地 中国在海南诸岛的军事行动 一直都是英美澳的情报收集对象 显然的 英美澳成立AUKUS 只是继续点燃南海冲突的助燃剂 各方你来我往的 在经济军事与政治上的博弈 还会有一段很长的斗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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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